上星期日晚上,紐約州羅茲特市一個公共公園發生槍擊事件 導致兩名女性死亡,零有5人受傷 事件發生在晚上6時20分左右 地點位於 Maplewood Park 現場有數百人參加了整天聚會 調查人員仍在努力確定嫌疑人和引發暴力事件的原因 現場有多種武器使用的痕跡 直至星期一晚間,沒有人被逮捕 該事件導致兩人死亡,另有5人被子彈擊中 受到擦傷和其他非致命性傷害 警方表示,當日的燒烤聚會事先通過傳單進行宣傳 組織者無需事先獲得成事許可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